我们拿到资料 现在也取得资料了 所以这边栏位它呈现 直接呈现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去观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 大概看到的情形是长这个样子 那刚有资料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的栏位名称是 Column 1、Column 2 依此类推 这个名称其实是不对的 这个名称看起来应该是不对的 应该我们希望是 它应该要呈现人口数 地区 党名之类的 而不是这个Column 1、Column 2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Column 1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点左边的这个资料 先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到底未进去什么资料 你会发现就是 未进去了 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应该就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读进来的资料 是需要经过资料的处理 所以这套软件 它的资料处理 是由Power Query 编辑器来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 Power Query编辑器来编辑 第一来做资料前处理 所以第一点选常用 第二转换资料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工具 叫做Power Query编辑器 有看到 好 我还是把它开到最大化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它资料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修改 第一个要修改的 当然就是 我不要这样子的栏位名称 而应该是要用什么 这个区域别 村里数 林里数 户数 当做是我们的栏位名称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更正回来 它正确正式的一个栏位名称 那点选这边有一个这个图示 这个应该叫苏扭 当然你也可以知道 上面一定会有相关的功能操作 像例如说 这边常用底下的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希望 你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机制 建议选择苏扭 点选苏扭 使用第一个资料编辑列作为标题 请注意 我还没有点 等一下要请你 我要讲解的是这边 好 所以当我点选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点一下 它这边就会连续做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它把原本的第一列删掉 接下来呢 它会 它会把那个类型定义好 这边变干类型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它是ABC ABC 我等一下才要继续讲这个类型